因為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 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今天來看一場集訓阿牧的比賽吧。 阿牧攻框有集訓流川的強度,外頭的小勾手也難以封蓋,攻擊力很強。 帝王傳球比想像中有用,很意味隊友製造空位。 而帝王閃節也非常難應付。今天很難找到她的視頻,因為第一天已經上半位了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阿牧攻框有扣籃,和兩段不同的上籃,外加帝王進攻中的上籃。 如果四個攻框的封蓋點都不同,那就是全隊人一起防守,也沒法守得住。 當對位球員防守阿牧攻框,就來一個攻守,空位了。 左邊卡拉,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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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邊卡拉,中隊! 。 今次改用扣籃,不說的話還以為是在看集訓流川。 用了帝王防守之後,多了帝王閃結,最恐怖的是,對手是不知道你突然可以截球。 一段突破的距離很大,赤木在中間拖慢了藤真,就空位了。 攻防轉換時用帝王傳球,速度非常快,赤木空位了。 又一次攻防轉換時用帝王傳球,阿神空位了。 又一次用了帝王閃結,這會不會太強了。 阿牧可能要像防守流川一樣,以撞停為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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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藤真如果傳球的話,又會是一個截球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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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聽了幾個主播說,現在的二段封蓋時間很短,很難封蓋到。 阿牧超球天賦無條件加5%超球成功力,撞停時額外再加5%成功力,太強了吧。 今場第三次成功帝王閃截,傳球時要當阿牧成為植草才行。 改用了第一段上籃,藤真追不上,花形也沒反應過來。 拜拜。 拜拜 如果想找某一個球員的影片,可以善用你豬我豬頻道的播放清單,就可以找到你喜歡球員的播放清單了。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。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